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淑娟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也谢谢于牧师以及兄弟姐妹给我的各项支持 因为我身上离了两次癌症 第二次癌症是血癌 医生直接宣布我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讲到这里呢 心有点酸酸的 可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神我得胜了 虽然他让我走过死因幽谷 但是他也是我最强的依靠 例如说 我在移植完之后 有排斥 肝脏的排斥 可是呢 我一直跟神祷告 弟兄姐妹也为我跟神祷告 医生说我只要指数降到1500以下 他就让我不用开刀 就开刀了前一晚 我们还在这样讲 隔天早上 护士抽完血 跑来告诉我说 阿姨你可以喝水 护士说等一下 陈医师来会告诉你状况 结果陈医师寻访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的确你的指数是降到1498 所以低于1500以下 我们就决定不要开刀 再观察一个礼拜 于是我就没有开刀了 肝脏就这样度过了那一刀 不用再去割那一刀 让我真的很感谢主 因为我跟神说 神你在我经历了无数的化疗 无数的治疗 你如果觉得我还必须挨那一刀 那我们就再挨那一刀吧 可是呢 神是有作为的神 神也是医治的神 真的是谢谢神 他让我指数低于医生的要求以下 所以我就免了那一刀 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 再还有一次就是我在治疗之后 我一直睡不着 宏益传道来为我祷告 祷告的过程中 他问我 你睡觉睡不好 我为你祷告可好 跟他说好 结果呢 那一天晚上我睡了初期的好 还睡到我的机器仪器都掉了 把护士跟住院医师都吓了一跳 结果他们来发现我打呼 结果把他们都笑死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睡得超好 因为我已经一个礼拜没睡好 因为疼痛的关系 就那天晚上也不觉得疼痛 就这样子度过了我所有的艰难与痛苦 跟一切治疗 谢谢 感谢赞美主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阿们